第23章 回家 謝韻拖著周匪往外跑去 沙石塵土迷的人睜不開眼 他們一幫灰頭土臉的人破開密道出口 一露頭就被輕捧大雨蓋了個正著 雨水與塵土交加 全活成了醬香濃郁的泥湯 英佩竟也命大 沒人管她 她居然掙扎著跑了出來 她有些站不直 可能是肺腑瘦了重創 亦或是骨頭斷了 血跡斑斑的手扶著一側的山石喘著粗氣 眼睛望著已經崩塌大半的密道入口 有那麼一時半刻 沒有人知道她在想些什麼 殺了鄭羅生 又搭上了幾雲塵 可謂買一個還搭個天頭 她大仇得報了 快意了嗎 那麼十餘年的養育之恩又怎麼算呢 周斐想起英佩在三春客棧裡裝蒜時說的那些話 有些是意味深長的挑撥離間 有些卻又隱隱帶了點不想讓紀雲塵死的意思 而倘若她那張嘴放屁的樣子是裝出來的 那麼當中有幾分深意 幾分真意呢 周斐已經見識了一樣謎養百樣人 知道以己奪人乃大謬 這些念頭在她心裡一閃便沉沉地落了下去 不再揣奪了 反正人都死光了 天大的恩怨也只好臣歸臣 土歸土 那一點優微的心思便不值一提了 謝韻想起山上還有青龍主的餘孽便上前和英佩說話 問道 英公子 你要往何處去 英佩置若網文 將有幾分漠然的目光從蜜到口上移開 抬手整理了一下自己散亂的髮絲和外衣 一臉俱傲地抬腳與謝韻擦肩而過 謝韻忽然又問道 你也在找海天一色嗎 英佩終於斜眼瞄了她一下 嘴角牽動 面露機翹 好像不知道她扯得哪門子彈 然後她不知一辭地緩緩走入雨目中 謝韻皺了皺眉 盯著她的背影若有所思了片刻 卻沒有追上去 周匪他們三人從橫山離開 途中還真沒遇上青龍主的那幫狗腿子 看來這年月 做惡人的也得有點機靈氣才行 否則恐怕等不到壞出境界 便出師未竭了 過了橫山再往南 便是南朝的地界了 此地依然地處邊境 連年打仗 這大昭正統所俠的地界也沒顯出比北邊太平到哪去 基本也是村郭蕭條 城對著西洋道 破敗的官道上一處小九四里 吳楚楚坐在瘸腿的長凳上 小心翼翼地咬下了一口雜麵餅 她跟挑魚刺似的 仔細抿了抿 確定裡頭沒有牙齒的小石子 這才放心出動牙齒 咀嚼起來 雜麵餅裡什麼都摻 餵馬餵豬的東西一應俱全 就是沒有麵 這餅吃起來又乾又硬 卡在嗓子眼裡 無論如何也咽不下去 吳楚楚怕別人嫌她嬌氣 也沒聲張 吃一口便拿涼水往下沖一沖 她胃口本來就不大 這麼一來 半塊餅就能灌個水飽 顯得十分省錢好養活 謝韻重新置辦了車碼 跟他們倆湊在一起上了路 她倒是門路頗廣 而且很能湊合 一點也看不出有個王爺的出身 謝韻用歪歪斜斜的筷子戳了戳盤子裡看不出真身的煙菜 說道 這裡還是靠近前線 地也不好種 是窮了點 要是往東邊去可沒有這麼寒酸 精靈的繁華和舊都比也不差什麼 真不想去瞧瞧嗎 吳楚楚默默地搖搖頭 偏頭去看周匪 周匪原本沒吭聲 見她看過來 才一搖頭道 我回鼠中 吳楚楚有些不自在地對謝韻說道 阿斐說她回鼠中 那我跟著她走 謝韻一點頭 沒表態 周匪問道 你呢 謝韻仿佛沒聽見 慢吞吞地夾起一片煙菜 她手裡那雙筷子儼然已經彎成螺圈腿了 夾菜竟還穩穩當當的 可見此人至少在吃水方面很有些功力 周匪翻了個白眼 用胳膊肘碰了吳楚楚一下 問她 吳楚楚尷尬地快把身下的長凳座穿了 蚊子式地嗡嗡道 阿斐問 謝公子你呢 謝韻笑容如春風 彬彬有理地說道 我自然奉陪到底 總得有人趕車對不對 他們三個分明擠在一張不到三尺見方的小桌上 誰也沒耳背 謝韻和周匪卻誰也不搭理誰 咳嗽一聲都得讓吳楚楚傳話 虧得吳小姐脾氣好 因為周匪在密道爾適中一時衝動 出言得罪了端王殿下 之後又一不小心笑了一下 可謂仇上加仇 於是脫險之後 謝韻就變成了這副德行 還是死皮賴臉地要跟著他們 但就是不跟他說話 周匪咬牙切齒地跟那噎人的砸麵餅較勁半賞 終於被這玩意兒降服了 放棄努力 一揚脖子乾吞了下去 腳不碎的餅混成一坨 一路從他嗓子眼噎到了胃裡 好半賞才咣當落下 周匪伸手按了一下胸口 心裡苦中作樂地想到 比吞金省錢 效果還差不多 真是賺了 他想休息一會兒再站 同時心裡又有好多的疑問 垂目琢磨了一會兒 他終於還是忍不住開口問了出來 海天一色到底是什麼 為什麼那個正 正什麼蘿蔔 聽完以後那麼在意 吳楚楚見他直眉瞪眼地問自己 頓時一愣 我不知道呀 說完 他才反應過來 這句不是問自己 耳根都紅了 轉向謝雲把周匪的話重複了一遍 謝雲抿了一口涼水 臉上沼奏的神色收斂了一點 陳聲道 我也不清楚 那是很多年前的事了 有人說是一伙神通廣大之人的聯盟 有人說是一筆財產 也有人說是一個武庫 還有人說是一對私兵或者是一幫神出鬼沒的刺客 刺客這個最不靠譜 畢竟相傳海天一色的上一任主人是英文藍 他們說當年英文藍之所以不是武林盟主 勝似武林盟主 就是因為手上的這個秘密 不過這個說法我個人是不太相信的 這回不等周匪發問 吳楚楚便自發地開口問道 為什麼? 謝雲笑道 江湖莽撞人 怪胎慎重 爹娘都不見得管得住 世上哪有什麼能號令這幫烏合之重的東西 倘若真有那麼個秘密 那也不外乎為人處事與豪俠仗義兩個秘訣罷了 這都有現成的詞 不必另外起個不知所謂的名叫什麼海天一色 吳楚楚跟周匪對視了一言 問道 那英佩知道嗎? 她裝作不知道 謝雲說道 但我猜她肯定知道 沒聽鄭羅生說嗎?她盜走了山川劍的劍鞘 整個英家莊都落在了青龍主手上 像沐雲沙這樣的寶貝絕不在少數 她別的東西都視若無睹 為什麼偏偏要一把殘劍的劍鞘? 關於這個 我原先也有些猜測 據說英文藍曾經說過 她一生只有兩樣東西得意 一個是山川劍 一個就是海天一色 謝雲灌了一口涼水 接著說道 所以如果海天一色有什麼秘密 諸如信物 鑰匙 它會放在哪裡呢? 周匪聽到這裡已經明白了 吳楚楚卻莫名其妙地追問道 哪裡? 周匪解釋道 當然是山川劍上 天下第一劍是怎麼想的 我不太清楚 但是如果周圍的人都還不如你靠譜 你最信任的也就剩下手裡的刀劍了 吳楚楚先是恍然大悟 隨即又看了她一眼 懷疑周匪在指桑罵槐 找茬兒的氣謝雲 謝雲依然在裝蒜 好似全然沒聽見 站起來結了帳 又催兩個姑娘把剩下的砸麵餅打包帶走 走吧 這窮鄉僻嚷的鬼地方實在不好投訴 咱們天黑之前怎麼也得感到橫陽 說完 她便靜置起身去拉馬車 周匪瞪著她的背影磨了磨牙 吳楚楚偷偷地拉了她一把 周匪小聲對她說道 他是不是還來勁了 吳楚楚六歲以後就沒見過這樣活潑的怯氣方式 十分想笑 又覺得不太好 只能憋住 跟周匪搖耳朵道 在橫山的時候 謝公子也是擔心你 回想起來周匪也承認 就以她的本領來說 一口答應幾雲臣拖住正羅生 確實是不自量力而且欠妥 她自知理虧 便只好往下壓了壓火氣 目著臉眉之聲 吳楚楚想了想 又問道 你當時那麼相信幾大俠嗎 周匪略一愣 搖搖頭 她當時其實不知道幾雲臣在搞什麼名堂 也從沒聽說過 搜魂針 吳楚楚奇道 那為什麼 究竟為什麼 周匪自己也說不清楚 她沒什麼計劃 甚至剛開始 她也是耍了炸才從青龍主眼皮底下溜走的 她明明知道自己打不過 明明千方百計的 不想跟那大魔頭起正面衝突 要說起來她大概是在密道中 聽見正羅生滿口屋簷諱語的時候 方才起了殺心 作惡 這沒什麼 活人死人山的大名 周匪一路上也算聽過了 什麼時候那幫人能幹點好事才新鮮 可是憑什麼他們能惡得這麼理直氣壯 洋洋得意呢 憑什麼大聲喧嘩的永遠都是那些卑鄙的 無恥的人 憑什麼他們這些惡果能堂而皇之地 將二十年沉淵貼在腦門上招搖過世 而白骨已哭的好人 反而成了他們標榜的驚奇 這豈不是無數個敢怒不敢言灌出來的嗎? 亂世裡本就沒有王法 如果道義也黯然施聲 那麼苟且偷生其中的人 還有什麼可期盼的呢? 周匪並不是憐憫己云辰 事到如今 他依然認為己云辰是可憐之人必有可恨之處 他只是覺得 當時如果不答應幫這個忙 他一定會對自己十分失望 就連吳楚楚這個手無腹機之力的大小姐不也一樣嗎? 他看不出把周匪和花掌櫃綁在一起 也鬥不過一個鄭羅生嗎? 可那鮮鮮弱智的小姑娘尚且為了朋友不肯獨自離開 何況是拿刀的人? 周匪本來在琢磨著跟吳楚楚從何說起 結果一抬頭 正好發現謝雲套好了馬車站在不遠處 好像也在等他的答案 見他目光掃過來 謝雲立刻別開眼看天看地 擺出一副不聽不聽我就不聽的欠抽樣 周匪匡扶道義的女俠之心被抱起的幼稚退了個屁股蹲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敗了 他瞬間沒好氣地將自己滿腹情懷總結成了三個字 我樂意 吳楚楚點點點點點 這場混仗官司到鼠中之前還能不能打完了? 橫陽有地方官 附近還有一部分駐軍 看著像樣多了 起碼沒有當街砍人的 傍晚時分 車夫端王 穩穩當當地將兩個姑娘帶到了橫陽城裡 謝雲一看就是灌常在外面行走的 趕車很有兩把刷子 走得不慌不忙 不顛不薄 幾乎沒怎麼拐冤忘錄 十分舒心 此地剛下過一場大雨 路顯得不太平整 沿街叫賣的小販和鋪子像是山間石峰裡的草木 有點縫就能活 客棧中間有酒樓 為了招攬客人還請了民間藝人 民間藝人是一對連說代唱的中年夫妻 丈夫是瞎子 妻子聲音甜美 唱得正好是千歲幽謝某某的《離恨樓》 唱完一圈 那妻子就端起一個托盤 在客人中間走一圈 她也不苦苦哀求討人嫌 倘若有人給錢 就輕輕盈盈地衝人臉刃一離 謝雲放了一把銅錢在她的托盤上 周斐看清那女人正臉之後一愣 只見她遮著半張臉 面紗粗質濫造 有點透 還能看出下面坑坑哇哇的疤痕 未免失禮 周斐指一瞥就移開了視線 心裡止不住的可惜 那妻子身材窈窕 輪廓秀氣 本該是個能稱得上漂亮的女人 等那女人轉身走了 吳楚楚才小聲地問道 她 燙的 謝雲好像見慣了似的 平平淡淡地回道 沒什麼 多半是自己燙的 在外謀生不易 女人尤其是 她們總得有點自保的辦法 要臉沒什麼用 快吃吧 吃完早點休息 這一陣子顛沛流離 也實在沒睡過幾宿好覺 那對夫妻一直在客棧裡唱道很晚 周斐等人都已經回客房休息了 還能聽見一樓傳來細細的一壓聲 但看起來沒什麼收穫 離恨樓紅得太久 眾人天天聽 都已經有些聽膩了 大多數人耳朵沒在她們身上 也對女人的托盤視若無睹 周斐洗漱乾淨 本應十分疲憊 卻怎麼都睡不著 她乾脆盤膝而坐 像個舞癡似的 在冥想中錘她的破血刀 就在她將九世破血刀從頭到尾連起來一遍 又有些敬意的時候 突然聽見隔壁 吱壓一聲 謝韻又出來了 周斐不管是有多大的怒氣和火氣 一旦沉浸到她自己的世界裡 都會緩緩平息下來 只要不是深仇大恨 她一般來得快也去得快 破血刀不愧是宗師之刀 月亮還沒升起來 已經把她從未滿六歲的黃毛丫頭教育成了董事的大人 董事的大人站起來在屋裡溜達了兩步 自我反省片刻 覺得謝韻鬧起脾氣來固然十分好笑 而自己居然會以牙還牙地跟她叫真 也是那砸麵餅吃飽了撐的 周斐探頭一看 見樓下還有嘻嘻啦啦的幾個客人 店小二卻已經哈千連天 給謝韻端了一小壺渾濁的米酒 便在一邊懶洋洋地擦起桌子 唱曲說書的那對夫妻寂寞地坐在場中 女人的嗓子已經啞了 瞎男人撥弄著有些受潮的琴弦 琴聲回蕩在空蕩蕩的大堂中 倒有些咪咪之音的欺艷意味 謝韻不知從哪兒要來一盞小油燈 放在手邊 照著桌上鋪滿的舊紙筆 她寫一會 就會出一會神 偶爾端起酒碗來 將啄酒抿上一口 青山削削 顯得有些落魄 周斐輕手輕腳地走過去 見她正就著邁唱夫婦斷斷續續的琴聲 寫一段新唱詞 她便坐在旁邊 撐著下巴看 前面的部分被鎮指壓住了 周斐只看見一句 且見她喬盼就時雙雷雷 離人遠行狐不歸 謝韻筆尖一頓 看了她一眼 繼而又默然地垂下眼 周斐自己翻過一個空碗 不問自取地從謝韻的酒壺裡倒了一小碗米酒 幾口喝完 扎巴了一下嘴 覺得這酒淡得簡直嘗不出什麼滋味來 然後她伸出兩根手指 夾住了謝韻的筆桿 上了年紀的舊筆桿停在空中 比肩上的墨站得有些濃 舒得落下一滴 但周斐的手更快 瞬間將手中的空酒碗往上移地 當當正正地接住了那滴魂元的墨點 一氣呵成 謝韻點點點點點 周斐知道自己這張嘴多說多錯 於是討好的衝她一笑 她臉上大部分時間都掛著屬於獨行俠的艾搭不離 然而仗著自己是個年輕貌美的小姑娘 偶爾賣一次乖巧 居然也不顯得生硬 叫人看一眼就發不出脾氣來 周斐問道:「你在寫什麼?」 謝韻一邊鬱悶於自己的沒出息 一邊抽回筆桿 美好氣地搭理了她一下 《怕死令》 周斐見她開口 忙順潑下驢 說道:「謝大哥 我錯了。」 謝韻瞄了她一眼 周斐暗暗暈了運氣 想那李勝小時候 跟她比武輸了 從來都是回去自己哭一場 第二天又沒事人一樣 哪兒還用人哄 她心裡這麼想 臉上就帶出來一點 你好麻煩地埋怨來 搜長瓜肚半賞 才結結巴巴地說道:「那 那個在橫山的時候 我說錯話了 其實不是那麼想的。」 可是 事絕對沒辦錯 謝韻將筆桿放在旁邊 探道:「我用鼻子都能看出你沒誠意來。」 她還想怎樣 周斐被破血刀教育下去的那點火氣 傾客就有死灰復燃的趨勢 好在謝韻沒有得寸進尺 瞪了她一會兒 她便捧著臉道:「姑娘 你是名門之後 不能總逮著我這種溫厚老實又柔弱的殊生欺負。」 周斐聽謝韻又開始不要臉的胡鄒 就知道她已經消氣了 頓時鬆了口氣 眼角一彎 往自己臉上輕輕拍了一下 :「可不是嘛 我真沒出血 替你打一下。」 :「你在寫什麼?」 一出星系 謝韻說著 旁邊油燈的小火苗閃爍了一下 她的眼睛上看起來有一層淡淡的流光 講一個逃兵的故事 周斐不太能明白聽戲的樂趣在哪兒 念白她還偶爾能聽懂幾段 至於那些唱腔就完全不明白了 戲詞寫得再好 到了那些唱曲的人嘴裡 統一是又細又長的嗷啊依呀 根本也不知道在叫喚什麼 說說英雄就算了 還講逃兵 周斐一臉無聊地 用鞋底磨著木桌的一腳 問道 :「逃兵有什麼好講的?」 謝韻頭也不抬地 飛快寫了幾行字 漫不經兴地回道 英雄又有什麼好講的 一個人倘若變成了舉世文明的大英雄 他身上一定已經有一部分不再是人了 人人都蒙著眼 一知半解地稱頌 卻誰也不了解他 不孤獨嗎 再者說 稱頌大家都會 用的詞自古以來就那麼幾句 早就被車轱入千百遍了 寫來沒意思 茶余飯後不如聊聊貪生怕死的故事 周斐道:「你是還在諷刺我嗎?」 謝韻悶聲笑了起來 周斐在桌子底下踹了他一腳 :「哎!哎!踢我可以!別先捉!」 謝韻小心翼翼地護住他那堆亂七八糟的手稿 周斐拽過一張紙 看了兩眼 磕磕巴巴地念叨:「燕雀歸來!」 謝韻說:「哎!是來歸!你那眼神會自己蹦字是不是?」 喔!來歸弟子鄉 千鉤百郎小…小瑶娘 自言胸懷萬古刃 呃不對 萬古刀 誰顧巴里舊張臺 周斐念了兩行之後 被謝韻一把搶回去 謝韻將那張紙團成一團 往空杯子裡一扔 姑奶奶 饒了我吧 你一念我就覺得得重寫 周斐本來就沒有什麼迎風弄月的天分 也不在意 問道:「你是說這個貪生怕死的逃兵胸懷萬古刀嗎?」 他沒逃的時候 覺得自己是個頂天立地的英雄 必能衣井還鄉 風風光光地娶到自己心愛的女孩 結果後來發現朝廷不用他頂天 也不用他立地 根本沒把他當人 他只是個幼敵深入的活幼兒 死在那兒任務就完成了 於是他逃了 可惜一路賢祖重重 逃回家鄉也沒能見到他的女孩 周斐問道:「為什麼?」 謝雲眼珠一轉 注視了他一會兒 似笑非笑道:「因為那個女孩是個水草精 已經乘著鯉魚游走了。」 他一句話說完 微微有些後悔 因為似乎有些唐突 可惜周斐沒聽出來 他臉上露出一份單純和驚叉 真誠地評價道:「什麼亂七八糟的?」 謝雲說不好是失落還是慶幸 他無聲地叹了口氣 收回目光 懶洋洋地說道:「那你別管了 反正能賣錢 咱們要去蜀中 還得沿著南朝的地界走 從橫陽繞路過去好幾千里 不是一時半會兒就能走完的 你知道貴債的暗樁都怎麼聯繫嗎?」 周斐毫無概念 謝雲一挑眉 說道:「看吧 咱們連個打秋風的地方都沒有 我好歹得一邊走一邊想折攢盤產 這不是白紙黑字 是銀子 告訴你吧 割繪的都是賺錢的買賣 你學著點 人生在世 穿衣吃飯才是頭等大事 光繪舞刀弄槍有什麼用?」 周斐不當家不知柴米貴 聽了這番過日子驚 很是吃了一驚 :「你還操心這個?你不是王爺嗎?沒有俸禄嗎?」 謝雲笑道:「你還知道什麼叫俸禄?」 周斐又橫出一角 謝雲好像早料到有這麼一出 飛快地縮腳躲開 搖頭晃腦地說道:「食君之路 忠君之士 吃了我小叔的飯 我還得供他差遣 乖乖回精靈去當吉祥物 。」 周斐問道:「你為什麼不肯回家去?」 他說的不是回去 不是去精靈 而是回家去 這是一個溫暖又微妙的用詞 因為在周斐腦子裡 世上始終有那麼個地方 可能沒有多舒服 多繁華 卻是一切機率地結束 謝雲愣了片刻 輕輕地笑了一下 回家 精靈不是我家 我家在舊都 遲鈍如周斐 都感覺到他那一笑裡包含了不少別的東西 可是不等他細想 謝雲便有些生硬地將話題轉開 問道 你又為什麼想回家? 周斐一提起這事 就稍稍有些羞愧 不過事實就是事實 他實話實說道 我功夫不到家 得回去好好練練 謝雲的表情頓時變得非常奇怪 周斐問:「怎麼?」 謝雲沾了一點酒水 在桌上畫了一座小山 在靠近山頂的地方畫了一道線 說道:「如果說高手也分酒流 那你將鄭羅生堵在一個小窄道裡 殺了他的人 劃破了他的手掌 還能全身而退 雖說是佔了點對方輕敵的便宜吧 但你手上連個襯手的兵刃都沒有 能做到這一步 證明你如今的功力足以跡身二流 只不過你這個二流運氣格外不好 滿世界的樓落你沒碰上 碰上的都是讓人聞風喪膽的大人物 顯得有點狼狽 周斐聽了這一番吹捧 沒當回事 有些不以為然地想 你一個寫小曲的書上 會唱就行了唄 怎麼還扭起來了 謝雲又將他的毛筆倒過來 用略微有些開裂的筆桿 在九字上又一話 說道 但是也不必洋洋自得 武道如攀山 一重過後還有一重 世上還有不少的一流高手 譬如一些名門前輩 舉例來說吧 大約就是奇門的道長 霍家寶的寶主之類 一流之上的是頂尖高手 鳳毛麟角 不管名聲怎麼樣 但是只要說出來 南北武林必然如雷貫耳 周斐聽到這裡來了點精神 因為這不屬於武術技術評價 屬於奇聞義士 在這方面 他所認識的人裡面沒有能出謝雲之誘者 便追問道 頂尖高手是像北斗四象那樣的人嗎 謝雲嗯了一聲 沒心意揚道 不 穆小喬算 鄭羅生不算 審天書算 求天機那樣的恐怕就夠不上 鄭羅生位列四象之首 是因為他有一幫能打能殺的狗腿子 而且心機深沉 小花招層出不窮 這種人十分危險 一不留神就能要你的命 但你要說他是頂尖高手 恐怕不用說別人 四象中其他三個都要嗤之以鼻 周匪不知不覺聽進去了 謝雲又道 頂尖高手之上是宗師級的人物 你知道這二者的區別是什麼嗎 周匪追問道 什麼 謝雲見他微微前傾 心裡的間隔便又不由得蠢蠢欲動起來 故意不慌不忙地給自己倒了一碗酒 直到周匪的手開始發揚 他才拖拖拉拉地說道 這二者的區別就是 頂尖高手每一代都有 宗師級的人物卻不一定 枯榮手那對師兄妹劍走偏鋒 亦正亦邪 而且兩人分一步絕學 稍稍差了一層 北刀官封早早歸隱 留個徒弟尚未成名 已經殞滅 也稍差了一層 但山川劍是武林無緬之尊 南北開宗立派 不全絕學 這兩人卻實打實地堪稱一代宗師 二十年前 中原武林人才被出 正是極盛之時 多少絕學重現人間 多少意識到如今人教人津津樂道 周匪被他三言兩語說出了一身戰力的雞皮疙瘩 謝雲手中的筆桿卻突然在桌上一畫 那半竿的小山被他塗成了一團 他話音輸得一轉 可是這個群星璀璨的時代太短命了 一陣風的功夫就過去了 山川劍與南刀先後頑固 枯榮手失蹤 北刀鋒刃 縱然有令唐這樣的後人 卻也為風雨飄搖的四十八寨繁雜的樹物所累 這些年都沒什麼敬意 日後再向前走一步 恐怕也不容易了 沈天書窮凶極惡地襲擊霍家寶 想吞下天下奇功之心 昭然若揭 也是因為他想再上一層樓 只可惜能想出這種搜主意和髒手段 我看他還是拉倒吧 他手一鬆 任憑裂縫的舊筆桿摔在桌上 啪 一聲 周匪心裡跟著一跳 謝允接著低聲道 大盜一國 精靈瓦解 山月崩腿 紀律威亡之運 春秋迭代 必有去故之悲 你說是天意還是人為 這時 瞎子的琴音正好停了片刻 謝允的話音也就跟著停住了 他目光一轉 好像傾客間 就從方才盤點的古經中走了出來 從懷裡取出一點零錢 遞給周匪道 我看那兩位也要收攤了 替我送他們一程吧 周匪好不容易回過神來 納悶道 你自己不是還貧困潦倒寫小曲呢嗎 怎麼走哪 在哪仗義書財 謝允白首道 身外之物 權宜之計 不能沒有 但也沒有那麼重要 不如紅塵相逢的緣分珍貴 拿去吧 周匪當即被這酸唧唧的腔調呼了一連 意識到謝公子卻呼是個稱職的小曲畫本作者 抓過零錢 又倒了杯茶水 給那唱啞了嗓子的歌女端了過去 說道 姐姐 你歇一會兒吧 歌女忙起身道謝 頗為拘謹地收了她遞過去的錢 小聲道 姑娘既然給了賞便點一曲吧 周匪沒料到 給了錢還不算完 頓時好聲發愁 別說曲子 連山歌她也沒聽過幾首 那毀容的歌女面帶愁苦 唱什麼都淒淒慘慘的 實在不是什麼半夜三更的好消遣 她正琢磨怎麼說才能不讓人察覺出自己不愛聽來 謝允便收了筆墨走過來 插嘴道 小孩子家聽不出什麼好賴來 夫人也不必跟她白費嗓子 說個熱鬧點的故事 哄她早點去睡覺算了 周匪點點點點 她意識到自己好像不知什麼時候 又得罪了謝允一次 因為這句聽著還是像諷刺 那歌女見他們這樣客氣 有些受寵若驚 想了想便輕輕地壓著嗓子說道 既如此 我與二位說一段時事吧 道聽圖說 不見的是真的 伯朱君一笑 近日來 聽聞南北交界之處著實出了幾件大事 還有一個了不得的人物 周匪他們就是從南北交界處走過來的 聽著這個開頭便覺得十分有代入感 立刻就來了興趣 她抱起一碗米酒 準備細細地喝 仔細地聽 據說此人是一位女俠 隱居深山 習得神功在世 一露面就是十分了不得 周匪一邊聽一邊想道 女俠 了不得 還在南北交界附近 說的不會是段九娘嗎 那歌女聲音雖輕 卻十分引人入盛 只聽她繼續道 她一出關便遭遇了北斗七狗攻打霍家寶 包圍華蓉城 當時城中百姓人心惶惶 便是那位女俠憑一己之力 立刻北斗 殺了陸存心 衝出一條血路 毫髮未傷便飄然而去 而後千里獨行奔恆山 在客棧打抱不平 射巧技引出青龍主大魔頭 截殺於橫山腳下 人人稱快 你到她 是何人之後? 周匪一口米酒嗆進了氣管 咳了個死去活來 歌女還以為周匪是聽故事聽得太入神 便笑道 據說這位女俠是男刀之後 二十年了 破血刀又重現江湖 對今兒的口令不再同臨 喜歡看一句話明湖 因為晚上兩天兩天 審心 B在白人心里為三十年了 好, video吧 我會由警釋放在路上